在柳城这边了 刚买了箱子 钳子蜡烛 我们下去烧箱了 大家晚上好 我是小猴 欢迎收看这期视频 现在在里面烧香 初一求福 好多人 可以紧张抽签了吗 猪都有呢 猪都有 现在我们进去抽签 好多人了 要排队 已经抽完签了 我们四个人一起来了 我抽的是最上上签 他们两个是中签 不是有一个是 有两个是上上签 有个中签 所以我们去上面拜一下 刚刚烧完箱出来 现在都凌晨一点了 我们等一下就回去了 他们两个在后面 怎么走的那么慢 这边好多人的 还有好多吃的 以前来的时候 外面还没有搞的那么好 像这些都是新铺的水泥 还碰到我的粉丝 还碰到我的粉丝 看到他发私信给我 说在这里看到我 车多人多 现在在这边等我朋友他们出来 等一下就回去了 从这里开车回到柳州一个多小时 我们停车是停在外面的 就是在这里买箱嘛 买箱的话停车是免费的 停到里面也可以 就是会有点挤 这边停车的地方都比较多的 就是大家都是碰的这个 初衣来烧香就会比较多人 出来了 好吧 我们现在先回去了 刚刚回到家了 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过了 等一下洗完澡就早点休息了 跟几个要好的朋友跟姐妹 一起去烧香求福求平安 哇 他们在旁边看到有那个什么 算命的 他们要去算命 去求那个签20块钱吧 不是我们当时求的那个签 是是另外一种 可以求很多种的那种 他们都是小和在柳州 认识了10年的朋友 都是水连春的嘛 我好喜欢喝旺仔牛奶 喝完这杯再睡觉 洗澡敷个面膜 也洗完衣服 估计是凌晨4点才睡了 天天都在熬夜的路上 现在天气有点热了 我就睡到里面这个房间来了 换了这个冰湿的那个 被套 以后小孩子不是 闪一闪要放假吗 今天炎炎拿那个小方的手机发微信 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去接他 就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烧香的吗 他们今天休假回村里面玩了 也习惯了现在的生活状态 回到这里虽然说一个人空空荡荡 但是也习惯了 回来呢 刷刷抖音听听歌就睡觉了 也不懂说点啥了 今天去求那个钱哦 也是挺好的那个钱 我们四个人去的 嗯 我求的是最上上钱 这是我第二次抽签 第一次抽签的时候是 十 哦 类似是一 好像是 啊 刚起初那次是二月一号 那次也是初一还是十六抽的 忘了是什么时候抽的 那张签也挺好的 那张是上上签 我这次去抽签抽了好久好久才掉出来 然后嗯 他们两个有一个抽的是 有两个抽的是上上签 有个抽的是中签 不管怎么样 希望我们都 啊 过得好好的 都过得顺顺利利 就跟你聊这么多吧 嗯 休合要去洗洗睡了 明天又是睡到自演兴 然后睡醒之后我想去 菜市买那些 东西回来做酸 做酸来吃分享给朋友 我朋友说我做酸做的很好吃 叫我可以做酸拿来卖 就是推广嘛 推广给附近的朋友 发发朋友圈 但是这个酸好像在外面买要15块钱一斤 差不多了 嗯 算了一下利润 也是有钱挣的 就是当挣点手工费嘛 像我去菜市买那个我 是两块五一斤 包菜的话我们可以 嗯 去拿货比三家嘛 哪里优惠一点就买哪里了 现在买到包菜是两块一斤嘛 萝卜一是一块钱一斤 然后我做的鞋币是放冰糖 鞋币 米醋 米辣椒 蒜米 他们都说好吃 这个也是我朋友教我这样子做的 我做的鞋币是一块鞋币 我做的鞋币是一块鞋币